嗨 我是狗一路 你的狗狗常常会掉一堆毛 然后感觉它超痒一直抓抓抓 皮肤甚至长出一颗一颗的红疹 而且常常软变 拉肚子 眼眶红红的 狗狗这个样子 到底是失恋了 还是心情不好呢 都不是哦 如果有以上症状 那你的狗狗很有可能是食物过敏了哦 狗狗的食物过敏很奇妙 有可能随时都会发生 就算以前每天在吃好好的没事的食物 饲料 也有可能因为天生的基因或是年纪大 突然有一天就开始过敏 食物过敏对狗狗来说绝对很难受 长期处于过敏状态下 对狗狗的身心都很折磨 一定不健康 这一集 我们就来说说 哪些食物会让狗狗过敏 还会教你怎么找出过敏源 完美避开它 让狗狗健健康康 不再当个过敏儿 我们先来说说 什么是食物过敏 当狗狗把食物吃下肚子后 食物中的某些成分进入到身体里面 被狗狗自己的身体免疫系统 认为是病源入侵 然后就启动免疫反应来防御 就会引发狗狗身体的各种不舒服反应 食物过敏本身并不会致命 但是你看狗狗养起来的时候 那真的是要狗命 过敏发作的狗狗 常常因为疯狂抓养而脱毛破皮 陷入极度不舒服 然后主人又找不到病因的尴尬处境 那哪些食物容易造成过敏呢 每只狗狗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每只狗狗的潜在过敏源 也都有可能不同 而蛋白质是最常见的主要过敏源 因为蛋白质的分子结构大 常常被免疫系统当作眼中钉 被误认为是入侵的病原体 美国爱护动物协会 和美国网路医生网站进行的统计 对狗狗来说 前10名最容易过敏的食物分别是 1.牛肉占了34% 2.乳制品占了20% 3.小麦占了15% 接下来依据是鸡肉 蛋 羊肉 大豆 玉米 猪肉 鱼 另外还有人工食品添加物 像是罐头里面常出现的卡拉椒防腐剂 也是潜在在食物中的过敏源来源 你是不是想说 哇塞 前几名的食物看起来风险这么高 但是都是平常最常吃的耶 怎么办 但事实上造成狗狗所有过敏的主因 其实是塵蚊 跳蚤 换季 花粉 霉菌 清洁用品 真正食物造成的过敏只占了全部过敏的20% 所以不要因为害怕前几名上榜的食物 就恐惧不给狗狗吃了 只要在察觉狗狗可能有食物过敏征兆的时候 找出过敏源凶 找到源头就可以放心了 那狗狗过敏会有哪些症状呢 狗狗的食物过敏有两种 一种是旧食物过敏 一种是新食物过敏 旧食物过敏 就是它已经吃了好多年没有事情的食物 有一天就突然 咦 怎么开始过敏了啊 这跟基因 体质 年纪都有关系 而新食物过敏 就是狗狗对第一次尝试的新食物产生过敏症状 两种过敏比较起来 新食物过敏因为一吃就会出现反应 所以很容易就被发现 就像是它如果每天都吃鸡肉 然后你今天突然给它吃羊肉 然后它吃完就开始养养养 一直抓 那你就很清楚地知道 它对羊肉过敏 但是旧食物过敏就比较难察觉 我们主人需要用大量的时间跟耐心去厘清过敏源 跟我们人一样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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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狗狗食物过敏最常反应在皮肤上 骚痒的部位很常出现在手 脚 头 脸部 腹部 和鼠西部 这好像就快全身了耶 有些狗狗会出现外耳炎 可能还会出现秋疹 红斑 严重的还会并发皮肤微生物感染 脱毛 还有色素沉淀 然后还有一些过敏狗狗会出现肠胃道症状 过敏的肠胃道症状最常见的是软便 拉肚子 呕吐 排便次数增加 一天超过三次可能就算喔 然后也可能比较常出现放屁 肠鸣 还有一些过敏的狗狗会出现眼眶红肿的症状 因为过敏造成类腺分泌增多 让狗狗眼睛一直呈现水汪汪的状态 食物过敏从狗狗四个月大开始就有可能发生 而且多数发生的狗狗都是比较年轻的 有三分之一左右是不到一岁的时候发生 而部分的狗狗像是西高地白梗 马尔基斯 吉娃娃 贵宾犬 雪纳瑞 法国斗牛犬 黄金猎犬 都是比较容易食物过敏的族群喔 而且超凡的一点就是 食物过敏的反应常常跟狗狗其他疾病的症状很像 就像是皮肤痒 皮肤发炎 就常常很难分辨到底是异味性皮肤炎 还是食物引起的 因为根本一样痒啊 然后因为过敏引起的额多感染 也跟耳部疾病的病征很类似 所以很难辨别 但是因为除了食物以外 因为环境引发的过敏都耗发在换季的时候 所以前面说过的狗狗身体痒 拉肚子 眼睛红 如果不是在季节性发作的话 那就很有可能是食物过敏 而且有可能是长期以来你都没有发现的东西喔 所以一旦发现狗狗疑似食物过敏的症状 第一时间就是要先去给兽医看看 让专业的来判断 要知道狗狗食物过敏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问他 你到底吃什么东西会痒啊 好啦 狗狗你不会说话 哪要回答你啊 目前最常用来找出狗狗食物过敏源的方法 就是对你的狗狗做实验 用食物排除法加上食物再次击法 用这两种方法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来找出过敏的食物 这些实验我们主人自己都可以做得到喔 实验第一步 食物排除法 首先要给狗狗全新而且低名的注食 全新的意思是新买来的一包 完全没有人开过的那种吗 不是喔 是一种狗狗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蛋白质 第一名就是比较不容易引起过敏反应的 水解蛋白质来当作主食 全新蛋白质一次只能尝试一种 是狗狗过去没有接触过 成分单纯的单一肉种 我们不要选牛 鸡肉这些常见的肉类 可以用狗狗这辈子完全没有吃过的 卤肉 鸭肉 火鸡肉 羊肉 鸵鸟肉 鳄鱼肉 作为新的蛋白质来源 水解蛋白质就是原本的蛋白质 被切割成分子比较小的氨基酸形式 所以就比较不会被免疫系统当作是敌人 市面上也有很多这种 为了过敏狗狗设计的低敏饲料 过敏狗储方饲料 然后这个新的食物必须要吃8到12周 每天观察之后 记录狗狗饮食的内容跟它的反应 如果这段时间过后 过敏症状明显改善然后消失 那就可以断定 狗狗食物过敏症状的来源 就是以前的食物里面有东西导致的 实验第二步 食物再次击法 用了食物排除法确定过敏原 是以前吃过的东西之后 下一步就是用食物再次击法 来更精准的找出 到底是哪个东西过敏 我们让狗狗还是持续吃新的主食 例如前面说过的鹿肉 好 就让它一直吃鹿肉 吃8到12周 8到12周之后 一次引入一种以前吃过的食材 然后你不能把以前吃过的东西 好几个一起又给它吃 这样就会找不到元凶 现在今天加一点香蕉 明天加一种米饭 重点就是一次加一种就好 只要突然发现过敏症状 哇 它又开始痒了 哇 它又绕晒了 那你当天给它加的那个东西 就是它的过敏原 但是有时候真的很看运气 有可能你加的第一种就重 也有可能试了20种都还没找到元凶 所以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 为了狗狗好 需要主人执行实验的决心与耐心 这两颗心就是过敏狗狗的救命良药 实验过程的日子里面 千万不要心软给它吃零食 以免功亏一篑 有些人可能觉得饲料里面成分好多好多 我叫狗狗食物过敏 我是不是应该自己弄鲜食给它吃比较好呢 狗狗如果食物过敏的话 在找出过敏源之前 其实不太建议自制鲜食 虽然可以限制单一蛋白质的来源 但是不容易达到狗狗的营养需求 很容易出现营养不均衡的状况 反而让狗狗更不健康 所以过敏的狗狗还是建议选择全新蛋白质来源主食 或是水解蛋白质处方饲料比较好 然后狗狗可以补充含有Omega-3脂肪酸的保养品 像是鱼油就具有抗发炎和调节免疫的功能 对于过敏狗狗很有帮助 狗狗过敏有一个坏消息跟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过敏是无法根治的 当出现比较严重的过敏症状 像是皮肤发炎或是耳朵感染 超爆霹雳痒的时候 受益会开消炎药或是耳朵滴剂来缓解症状 这种必要的时刻 必须要像这样子用药物把症状压下来 但是好消息是 只要主人很清楚地了解狗狗吃进去哪些东西 也努力找到了过敏源 然后彻底避开它之后 狗狗就再也不用受过敏之苦了 你家狗宝贝 平常都在养养养抓抓抓吗 还是你知道你家狗狗有特别的过敏源吗 都来跟大家分享吧 很多人想知道的 觉得这一集对你有帮助 也分享给你的家人跟好朋友 也要记得订热狗 打开小叮当 我是狗宇录 我们下集见啰 拜拜 空还有吗 里面还有东西吗 空给我 空给我 这样